入门到精通 继续讲解日本蜡烛图技术 今天应该是第四讲的 日本蜡烛图技术 和大家再去探讨 另外今天也是周末 我们也会和大家去继续讨论一下 下周市场当中的主要的行情 我为大家也准备好了一幅图 就是下周的主要市场的变化 这个图还没有做分析 就是一会儿我也会根据这张图去做分析 我先把这张图的 把这张图的原图先发给同学们 发给同学们 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去 同学们也可以先 一会儿我们分析过后 然后再把分析好的图和大家去讨论 那我们继续来看日本蜡烛图技术 今天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蜡烛图技术在讲解的时候 我们昨天讲解了一个反转的图形 我们把这个图形贴在这里 下次我们再讲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内容 这是我们昨天跟大家去讲解的反转的图形 这些反转的节点 今天我们继续去来探讨日本蜡烛图技术 好来看一下反转形态 所谓反转形态 其实它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好多投资人应该在脑海当中 如果要是 特别是一些做过交易的投资人 一定会比较清楚的知道 到底有哪些形态叫做反转形态呢 在日本蜡烛图技术当中的时候 它讲反转形态是通过K线来讲 就是我们通常去讲反转形态的时候 比较复杂的反转形态 有123反转 头肩顶头肩底的反转 这是比较复杂的反转形态 那在K线当中 它的反转形态主要是表现成 单根K线的反转 双根K线的反转和三根K线的反转 以及五根以上的反转 通常五根以上K线的反转 就往往会构成一些形态的反转 比如说当行情走出这种矩形整理 然后最终反向突破的时候 就构成了一个反转 比如说我们说有些头肩顶结构的时候 比如说头肩顶结构的时候 也会形成一些反转的形态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时候 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各种各样的这些反转形态 那这一部分的反转形态 和昨天是有不一样的 昨天我们讲的反转形态 是更加侧重于K线的反转形态 比如说单根两根这样的K线 走成的双K反转形态 三根K线走出的三K反转形态 还有这些塔线掉线走成的单根的反转形态 今天我们看的K线会更多 K线的组合的形态会更多 那这个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反转形态当中 我认为说形态当中最复杂的头肩顶 当然比头肩顶还复杂的叫做123反转 就是它的反转的组成的结构会更复杂 好来看一下这些反转的信号 那这些反转的信号包括双重顶 双重顶就拿我们昨天和大家去探讨的黄金来说 黄金是不是就走出一个 它像是一个双重顶的格局呢 这个顶部顶部一个双重顶的格局 至少在这个地方有个两个 这个同等高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双重顶的格局 有可能会有些投资人就把它认识成双重顶的格局 当然看的级别会非常大 我们也在交易的实物当中来看一下 是否有这样的双重顶的格局 其实交易的过程当中碰到这些图形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通常会在欧元 比如说在四小时图上来去找寻一下 这类型的双重顶的格局 往往是一种M头 走成一种M头 或者是W底 都可以叫做双重顶或者双重底的一些格局 在研究它的时候 我们会在交易当中的去增加一些技术指标 增加一些技术指标 比如说 我们来增加一个技术指标 叫做ZigZag指标 它会帮助我们去在交易当中更容易去识别这个 更容易去识别这些顶底的结构 通常会使用532 这个ZigZag指标的是MT4平台当中的固有指标 我们选择颜色 比如说我们选择宽度 比如说我们选择蓝色加小 MT4平台有非常多的指标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Core Trading这些特有指标 都是我们自己编注出来 用来帮助分析行情的这些指标 通过这些指标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更快 更准确的分析行情 那我们在今天的时候 在讲头肩顶的时候 也在这里 大家去看一个指标 它叫做ZigZag指标 它会在这个行情上形成这样的转折 转折的一个格局 会帮助你去找寻出 这个图形当中的这些顶底的状况 来看一个比较复杂的 就像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域当中 形成的这种头肩顶的形状 这是几重头 甚至不排除说1234 1234 那其实这个头肩顶的形态 算是我们中间 算是头肩顶当中 非常复杂的一种形态 这是左肩 这是由双方左层的头部 这是它的右肩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M头 它不是一个M头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中间 中间这是一个M头 中间这是一个M头 那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个 由M头构成头肩顶头部的一个组合形态 也还蛮标准的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左右两边的都是比较平起的 它左肩和右肩都是比较平起的 实体部分也相对在一起 这算是在交易当中算比较复杂的一种图形 我把它绘制一下 好 好 好 反转 反转M头和复杂的头肩顶 实际上在如果要在我们的这个 如果更有时间更充分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M头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去分1点2点3点4点5点6点7点8点 到这个破位的9点 去根据这不同的点的结构 去来找到它每个点位上应该如何去做思考 那在现在这个层级 由于我们主要讲的是日本拉筑图技术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形态的去浓缩成为一个 浓缩成为一个可以用日本蜡烛图技术解释的一个图形 那我现在先请各位同学来回答一下 假设我们把中间这个框图 就是把中间这个框图去合并成为一根K线的话 合并成为一根K线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什么形态呢 假设就是一根K线 你会发觉和我们在之前去看到的这些K线会非常相似 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卡线的形态 会看到一个卡线的形态 那如果变成两根K线的话 会发生一个两根卡线的形态 那这是什么 这个两个里边呢 呈现出一个双卡结构 呈现出一个双卡结构 一个并列的双卡结构 而其中每一个的内部都是一个双K反转 每一个的内部都会形成一个双K反转的结构 所以在这里呢 这是形成一个双卡结构 那你去想想这根K线 如果你能够认知K线的话 会把我们之前的K线的这些形态 与之做比较 与之做比对 比对之后呢 就会形成一个你对K线拆分的一种新认识 单根K线进行拆分的一种新认识 那这是我们顶部的M头形态 那整体上这个M头又构成了上方头肩顶的头部 又构成了头肩顶的头部 那颈线在哪里呢 这个K线最重要的是颈线的位置 交易当中颈线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那中间这个支撑的位置 这条线就是它的颈线的位置 连续的上来点次低点 再回来再点次低点 所以在这个图形当中 头肩顶有头肩顶的颈 然后上边M头有M头的颈 这是两个双颈线 那每个双颈线向下足迹破位的位置 都是在我们交易当中形成加码的位置 都是在交易当中形成新加码的 形成新的加码区间的位置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 也是蛮有意思 这个图 理解起来并不难 但是问题在于 当我们从K线的角度去分析它的时候 要能够看出他们各自所代表的 各自所代表的这些形态 关掉了 这是日本蜡烛图的技术 对还有刚才还没介绍 今天今天的讲解 抠水点为大家带来的讲解 那我是郭凯 今天就直接开讲 那另外还有一个面子的声明 也是需要跟大家提醒 这是我们各大讲解 都是一般性投资建议 也不涉及个人理财的规划 不去多讲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头肩顶的形态 那除此之外 除了头肩顶之外 还有W底反转是头肩形 头肩形和头肩顶有什么不一样 头肩形是中继形态 头肩底 头肩顶和底是反转形态 各种各样的价格形态都会产生 趋势反转信号出现 意味着之前的市场趋势可能发生转变 注意我把可能飙红 表示说出现头肩顶这个图形 并不意味着行情真的就反转 而是说可能发生反转 可能在这里发生可能发生反转 并不是真的发生反转 这也告诉我们在交易时候 先顺势 我想说把课程的介绍录制在开场广播里 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介绍 有时候 也可以啊 所以可能发生转变啊 在这里所以要慎重考虑 我觉得把反转形态理解成趋势变化的形态 那也就是说看到反转之后再去交易 看到反转之后再去交易 那在这个左边的图里边啊 我们看到有左肩的A B C D E F G 那我希望各个同学啊 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不展开讲说 A怎么思考 B怎么思考 C怎么思考 你做这样一个动作啊 就是你在 你在了解市场 或者说做这种行情将来的推论的时候 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A点我要该如何做交易 B如何做交易 C D他各自 如何去做这个交易的思考 将来出现行情的时候 你就会能够去找到这个行情改变化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看到啊 假如说我们只能看到 我所指K线的 我所指的这个K线的 我所指这个K线的左边 就是说我只能看到这根K线的左边 看不到右边 那我该如何去思考 行情回到这个位置上来呢 如何去思考 回到这个位置上的这个K线呢 我们首先看来 这是大型的阳线上涨 缓慢的回调 所以是逢低买入的思路 逢低买入的思路 那当行情再次往上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在前期与支平期的位置 与其平期的位置会发生一个上涨过来的以后的一个阻力 阻力阻力之后变成了支撑 你们看到吗 这是上涨变成阻力 阻力之后的阻力阻力上破之后的支撑 包括在这个方向上还是形成了三次的支撑 说明在这个位置上还完成了一次支撑和阻力的互换 并且最终跳空向下 最终跳空向下 说明这个位置上是有支撑阻力存在的 但是我们看到哪个支撑阻力最强呢 就拿我们下边所看到的这三条线型来说 我们说下边的这个支撑阻力是最强的 所以去破位它去运行的这些K线都是极大的K线 中间的K线呢 弱一些 中间的这个支撑阻力呢 弱一些 在上面的支撑阻力是最弱 所以在这时候 我们画了三条紫红色的这个水平的杠 其实他们的支撑阻力的力度不是一样的 它的力度不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里去标出一个区分 区分支 细细区分吧 交易当中的精妙之处其实就在这里啊 它不是在于说 你你懂或者不懂头肩顶 其实懂的人很多啊 能够叫出这个名字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复杂的地方在于说 这些交易当中的细微之处 你能不能去去区分开来 就这三条线 它的力度是由上到下逐渐变化的 上边的最弱 上边的最弱 所以穿越这个位置的K线都是一些细碎的K线 或者说一些顶部的形态 而我们看到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所形成对它穿越的都是巨型的K线 巨型的K线 所以这个位置会更重要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位置的坐标 它的坐标呢是1.12 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这个数字 1.12 我想各位同学一定会对这个印象深刻 我把原图给大家看一下 把原图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1.12的这个位置上 在1.12的位置上 之前是做过空单的 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支撑阻力位置 我把它标注出来 1.12 这是欧元相当重要的支撑阻力的位置 我要变粗一些 方便大家去去看到这个位置 同时你也记住1.12是欧元重要的位置 包括在这里 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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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又是一根非常强的阳线去上去 这不是一种偶然 这不是偶然 你在这里的时候 你发现总是这些大型的线型过关卡 这里是不是也是一样 大型线型过关卡 大型线型过关卡 对吗 所以1.12是欧元相当重要的位置 你看 这些 如果是小线型 它过不了这个关卡 它不会去 比如说像这些大型线型离1.12很远的位置 触碰1.12的时候 它就过不去 触碰就过不去 必须要有这种贯穿型的队线才能够过1.12 这也是说明将来有一天 假设将来有一天 我们的欧元从上向下运行 回到1.12的时候 显然这个行情不会在这个位置上 一下去过去 比如说 比如说今天的行情发展到1.13 比如说发展到1.13 在一个行情运行的过程当中 突发一个有利的事件 突发一个有利的事件 比如说美国的非农事件 那我们知道如果美国的非农事件 对欧元的平均影响是100到120点的时候 今天我就不太会在1.12下方去做这个破空的空单 给大家10秒钟的空闲时间来想一下 就是他这个行情很大 由非农造成 跑了120点 过1.12我就不会在这里边做空单 那在什么情况下才这个位置上做空单呢 行情的发动点发动在1.12 比如说1.1250之下 然后出现这种发动点 这才是有意义的发动点 这时候才能够出现那种有贯穿型的K线出现 才能够出现这样的K线 那比如像这个 我们看到这条K线 它跟它有50点 它跟它有50点 比较小的距离才能够贯穿而去 如果它离的1.12有100点 比如像这根K线 比如像这根K线 它当天上涨的时候 是从1.1017开始走 走到1.12走了多少呢 好像走了200点 上的去上不去 上不去的上去又回来了 上去又回来了 这是这一天 是美国大选的那天 美国大选的那天 同样受到1.12的重要的阻挡 那这也是1.12 那我们再看这个图形 1.12 这是贯穿型的线形 当然这天的行情走得特别大 这天的行情走了420点 发生在2016年6月24号 我想有交易经验的投资人 应该知道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发生什么 这问题不难 发生投票 那再看另一根K线 那又一根大型的K线 从下向上抵到1.12 然后上不去了 那这个才是个真正的难题 它发生在3月10号 发生了什么 谁打出来 看我老师发红包 当即就发 谁打错了 谁打错了 自己在群里面 给大家发红包 显然不是法国大选 好 去做一下research 德拉基讲话 这点差不多了 可能你讲话 这个有点意思 欧阳行 你们自己去做research 去看看是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看这个1.12的 这个关卡价位 是对欧元来说特别重要 那我们说 为什么有些投资 他做交易做得好呢 有的人做交易就做得好 有的人他学的也是差不多的 但他交易就做不好 为什么呢 是一些关键的位置 他记不住 他没有经历过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拿今天的来说 1.12的这个位置 你会印在脑海当中 行情再次去接近这个位置 和接近这个区间的时候 你会脑海当中会绷进一根鞋 哦 哦 又到这个位置了 是一根大型的线形过他 还是一根小型的线形过他 如果是这根大型的线形 从1.11开始就往上跑 或者从1.13开始就往下跑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1.12 大多数情况下会形成支撑和阻力的 即便基本面有非常大的推动力 他都不会在第一时间过 原因就是他是大关卡 而1.13和1和1.13这些行情就没有这个效果 1.13就没有 1.12就有 这是总结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地方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反转 当然中间我们如果谈起1.12的话 会有一些有关于支撑阻力的 这些想法在里面 就不完全是 然后把这张图也发给大家 你们去中间想想1.12这个位置 还有中间这个细细区分这三个地方 我把它加 我把它加的再粗一些吧 把这个细细区分这几个再 把这几个再 再加强一些 它表示着各自的颈线 表示着各自的颈线 那这些颈线 级别是不一样的 级别是不一样 同时我们再去交易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说的大型K线的力度 也是不一样的 由弱到强 由弱到强 那把这张图发给大家 大家去 同学们也去琢磨琢磨 交易 交易其实 走到这里的就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今天在网上看到有些标题党发的名字都要震惊了 什么都蛮意思的 我们之后也需要加一些标题党 我们也叫震惊 欧元再碰1.12 你不转发不是中国人 这是我们看到的 重要的原则 仅把反转信号指向的方向 与市场主趋势的方向 一致时才可以开动新头寸 这是个重要原则 我在这里不需细讲了 就是原有的下跌行情 拉回到高点 再往下转空的时候 才当成一个一种主要的 才开始建立新的头寸 这是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 这个 我们的交易内卧 打开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反转形态 其实在交易当中 反转形态 反转形态可以说是非常多 也是非常有用的一种交易当中的形态 因为交易 大部分的交易都是做在反转形态上 如果不是小型的反转 那一定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反转 特别是小型的反转形态 对于交易是特别重要的 小型的反转形态 对于交易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在交易的细节上去找到那些 反转形态的时候 往往能够取得比较理想的这种交易的迹象 好来看啊 今天标题完全选用了标题党的标题 耶伦你到底怎样震惊 听证会翻用赋予操控美元 今晚KTA欧洲盘解盘失散 皆是美联储限额 昨天看了篇文章 就是怎样弄出个标题党 来看一下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图形 昨天我们挂单挂了澳币的7720 那今天这个单位还在持仓当中 昨天晚间的时候 有好多同学也问我这个问题 说CAM老师我的这个单敢不敢做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甚至昨天入场的同学在 比如说好多同学是在772829左右 就在这个位置上入场 然后走了行情走了十来点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有些紧张和压力和压迫感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必要去对这样的单去担忧 因为行情本身一共也跑了二三十点 另外假设它跑出去 假设它跑走 那也就是一个你在交易当中能够控制得住 也能够知道会有多少亏损的一个单 比如像现在我们这个单的有三十多点 也算是一个一个一般情况下的一个浮动 浮动的并不远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着急 是好止损的这种心态的也就摆证 就是你已经知道了自己在交易当中 最多会有多少的亏损 最多会产生多少的亏损 那将来的盈利就是额外的盈利 好内战当中我们说本周澳币方面数据清淡 中国量力的进出口数据 这也是行情发动的一个原因 当时澳币上涨是这个数据去发生了一个力量 那疲软不见反弹了美元时的澳币 成为主要货币当中最强的币种 甚至连带纽币也走出了拉伸行情 级别上周级别的高点77到78 密集成交区7740到7750的前高 以及我们在昨天说的最近包括2016年的最高点 出现在7776的位置上 这是重要的阻力位 当然你也请注意 凡是以支撑阻力去做单的这个单 都是逆势单 就是我们现在澳币在上涨 我们往下走这都是逆势单 有多单多单获利了极 有可能发生反转 但并不确认行情将会有上行的可能 所以左侧挂单需谨慎 这种挂单的思路就好像是说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去赌一个骰子 大家都知道骰子是几个面 骰子是几个面 硬币是两个面 骰子是六个面 我们就赌其中的一个面 如果知道一我就赢 知道二三四五六都算我输 那么这个赌局你参加吗 参加吗 有人参加有人不参加 有人参加有人不参加 但是如果我加上一个条件 那我说赌赢了 我们就赢300块 赌输了呢 我就输30块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参加吗 我们发觉这个条件变得 朝赌一开始越来越有利了 赌一开始越来越有利了 所以在澳币的这个单的执行上 就是像这样 他的胜率不高 但是他的损益比特别好 所以也要求投资人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比较长的纸仓 才能够形成一个输了输一 赢了赢五赢了赢六的这种状况 否则你如果赚钱就赚二三十点的话 那就不适合去做这个单 然后在这里我们也去提出了 止损至少要考虑到7780上方 甚至7800需清仓式单 紧色的投资人也可以出现反转之后去入场 反转其实也在之前也有过先例 每次行情走到高点也会走出这种反转的格局 反转的格局都会出现这些形态 比如说阳线上涨 2016年11月的时候阳线上涨大型阴线下跌 阳线上涨大型阴线下跌 最终走出了一个从上到下走出了一个600点行情 8%左右的一个行情 这是吞没形态 吞没又回来 这是特朗普行情形成的吞没又回来的一种结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澳币的图形 其他货币的走势英镑还有这一些些许的远期的多单 还有一些远期的多单 欧元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做空了欧元 用一个比较小的格局来看一下 今天做空了欧元 欧元今天在空之后 应该是昨天昨天入场吧 今天其实我觉得欧元也是一个高空的格局 在1.1420左右的位置 这些位置其实也都是逢高去空欧元的图形 贝伯纳纪拉好之后大约是50的位置 而且前期在这儿出现高点 这里出现高点 我觉得欧元也是相对偏空的一个结构 然后看一下今天给大家的内参当中 技术面上欧元进一步反向反复测试 1.14前期重要的支撑 支出互换的水平 1.1380暂时出现一些支撑 美元暂时止跌 出现反弹 维持低位整理 非美当中欧元还是比较弱的一个走势 看看它在今天晚间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行情的发动 阻力位置是在1.1450的阻力位置 所以我觉得欧元仍然处在这个周级别的这个大关卡上面 交易的整体思路了还是偏空的 那日内即便欧元短线走高暂时不去做多单 反转要进一步确认 这是我们对欧元对美元这个货币的一个看法 它可能往下跑一个大概 因为欧元在今年整个这个行情的波幅比较小 大约跑一个四五十点 就是欧元的一个运行的空间了 所以如果去做交易的话 我觉得如果去做交易的话 去做这么五十点的欧元 从1.1420做到大约40到50点的 1.1380左右的位置 就是它的一个获利满足点 这个位置就是欧元将会出现的一个获利满足点位 来看一下欧元 目前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做过欧元的 那做过欧元的7月14号 今天今天做的欧元的空单 早安的时候做的欧元的空单 目前是1.3的位置 行情往上跑了大约13个点 还是在一个一个一个范围之内吧 没有跑特别多远 我觉得还是一个高空的行情 去做欧元 那当然现在的出现了一些浮动的亏损 包括欧日 欧日也有一小小一些浮动的亏损 欧日也是 前两天破位破下去 破下去又跑上来 这是欧日 整体上我觉得欧日 假设它再下破 那我觉得还会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交易机会的 欧日我们做的这个破位单是在做的大阴线的破位单 之后再有破位税小线型 还可以去交易这个税小线型的破位的位置 首先我们在欧日上面不要在这个位置上去做多他 上涨上涨行情跑到很高的位置就不在这个位置上去做这个引线了 引线必须走到低点才有效 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 欧日的这个走势的图形 欧日的图形 纽币 纽币昨天晚间的时候急冲而上啊 昨天晚间急冲而上 但是纽币好像没有今天走的没有澳币强 澳币今天走的会更更为强势一些 今天澳币走的会更强一些 所以显得澳纽在昨天晚上刺探低点之后又大幅 形成一个大幅上涨的一个格局 相对来说我觉得澳纽这个图形 澳纽在交易当中属于 澳纽今天还走出了一个破位行情 昨天升跌一下 今天又涨上去100点 所以澳纽这个图形也是很有意思 今天有这种破位之险 澳纽有破位之险 这是我们看到的澳币对扭币 澳币对扭币 盘整区间跑到上方去 甚至不排除说在这里去交易一些澳纽的多单出来 不排除在这个位置上去做一些澳纽的破位的多单 我都不排除了 好 注意这个奥纽的看多蛮有意思的 它是由奥币造成的看多行情 这是觉得我们通常奥纽这个多单 像之前跑起来的时候 好像是纽币往下走出来的 这次的是奥币往上走走出来的 所以也蛮有意思 奥币今天还在高点位置上 使得这个奥纽的多单产生了一些疑惑 两个位置就是奥币和纽币都在高点之上 都在他们的这个关键的关卡价位上 形态上这个位置是破位了 就单就形态上而言 我们看到奥币对纽币这是一个 日线结构这是前期的位置 就像前期这是前期的阻力位 大阅线抵到关卡破位上去 形成一个上行的行情 今天也是大阅线抵到关卡 然后回调一次 然后往上走 二线在交易当中是一个不太好掌握的一个图形 不是那么特别好掌握的图形 假设我们守一百点指数就守到昨天引线下方了 守到昨天引线下方 指引线等等再看 先这样来做一个布局 这是我们看到的奥纽的图形 交易当中反正有这些交易 我觉得不要因为说前边做的单止损 或者什么就不敢做 该做还需要 该做还需要做 像今天 今天的这个 我想之前去做欧帮的也蛮多的 今天我们又进了欧帮 也是一样的 不需要说根据说前边做的不好 然后后边这个单位就不敢再去交易和入场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行情运行的规律 另外再和大家 因为今天也是周五和各位同学来看一下下周周一的这些数据的行情 下周周一的第一天日本休市它海洋 Ocean Day 日本的节日 这是下周为期一周的这个走势 我觉得下周行情分几大类了 首先看欧元方面上 欧元方面上我们注意欧元方面上有几个 一个CPI 一个他在下周的公布利率决议 所以下周与欧元相关的内容也是蛮多的 特别是欧洲央行 我们知道欧洲央行对于欧元的影响力 欧元的数据比较重要 那目前我们看到美元相对来说 美元本身不强 那如果欧洲区出现一些弱化的这些数据的时候 还有可能会形成一些欧元进一步走低 因为欧元在这个阻力位上 美元不强 但是美元也是走了非常多的一个弱势的一段了 使得几乎所有的这些非美货币都在一些重要的关卡价位上 就是走高的重要关卡价位了 那我们看到有这样几个 这几个数据是欧元区的重要的重要的数据 一个是他的CPI数据 另一个呢我们看到是欧元区的 这是欧元区的数据 我拿个框来跟大家框住他 这是欧元区的这些数据 而且包括这个欧洲央行进行的他的决议 你注意欧洲央行现在他的这个利率也很有意思 欧洲央行的利率也很有意思 欧洲央行现在出现状况 他是deposit是负值 就是如果你存款的话 那你就是负利率 如果是 如果是普通的这个这个interest rate呢 就是零 所以欧元区是介于负利率和零之间的 那另外在 星期四的晚间八点半的时候 这是北京时间 还有他的这个会后的声明 这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欧洲区影响欧元的几个数据 那在美国而言我觉得整体上看来 下周美国的数据并不多 美国的数据并不多 美国的数据有这种房屋营件啊 这些都都不是 美洲数据并不多 美国的数据比较稀少 美国数据比较稀少 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在这里的时候 澳洲的数据就澳纽方面的数据也是非常多 特别是澳洲的数据是相当的重要和多的 我们看到在这里有几个澳洲的数据 我用这种深蓝色吧 表示澳洲啊 就是海洋国家 好那我们看到澳纽的CPI 以及澳洲的他的这个政策的说明啊 就是央行他的这个政策说明 这是蛮重要的一些蛮重要的一些数据 会在这里公布 另外还有澳洲的就业数据啊 你注意这个就业数据可是变化非常大的 我们看到在下周的时候 澳洲的就业数据由前值的40 42000就42000变成了1500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一个利空澳币的一个消息 一个利空澳币的消息 所以这点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就是下一周在就业数据上 有非常大的利空澳币的一个一个消息会出现 所以我们这里 澳洲就业利空 这是我们看到的他这个澳洲的数据 其他我们看到在日本方面有日本的 就是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啊等等 这些数据呃就是标新嘛是标的几新 但是这个时间点上往往不太会出现一些重要的走势啊 就是日本央行对行情影响力还是相对较小的相对较小的 当然这这也是就是一种感官啊 并不是说他影响没影响 而是说他相对比较小的 另外在下周的时候还有一个看点 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我们看到啊加拿大的数据 我在这里写的加拿大的持续性是说 我们看到在上周的时候 加拿大的利息利率已经做过调整 利率已经做过调整 但是他的这个数据是否有这种持续性 核心CPI还有核心的零售数据 是否有这种持续看好 其实是影响他的啊 加币的这个走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啊发现在下周周五啊 也就是说啊 我与我们现在同一时间下周的这个时间的时候 会公布这个数据会非常大的影响到啊 加币的走势 所以我们去观测下周的主要的走势的话 我觉得会分这样三大类 会分这样的四个类型吧 就是在值盘货币当中分四个类型 第一个欧洲数据特别重要 第二个澳洲也有非常重要的数据 加拿大呢只有一个数据发现在下周周五 所以加币在下周啊影响他的基本面的啊 这些内容呢可能并不特别多啊 影响他的并不特别啊多 出现在周五 美国数据的比较少啊 美国数据比较少啊 日本呢我个人觉得日本有些数据 但是他啊相对影响较少啊 啊日币影响较少 其实啊就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啊 日本央行对于日币在近期的时候影响是比较小 走不出什么比较大的啊这种啊 持续性的啊持续性的大行情 所以相对来说美元对日币 我觉得还是以美元作为他运行的主要啊 主要基调来去运行 好要把这张图的发送给大家 这是我们下周啊数据一览 好 好像我就不用写标题的名字了 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这是在说什么 当然有些同学说看不懂英文 看不懂英文了 我刚才一一指点过了 你至少看通这是国旗对吗 这欧洲的国旗 这是新西兰国旗 澳洲国旗 美国国旗的SN是澳洲国旗 欧洲的区旗 加拿大封业 那中间有一些数值 有一些数值啊去学习一些英文 另外在这很重要的几个字啊 在这有很重要几个字 pervious是指前值 这是指预期 这个是指实际值 中间这里也很重要 你去做前值和预期的比较 前值和预期的比较 我把这张图都发给同学啊 你经过了这样的梳理之后 你会发觉下周的这些大事件 第一个你不会遗漏 第二个你在 你在这个交易的时候 你不会被这些大行情 所洗刷掉 下周的 下周是从17号到23号 这是我们的数据 这些数据的数据的走势状况 把它把握住 有个人说美联储用心一向险恶 要不用心险恶 那还是美联储吗 是啊 其实 不去多说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了 好 那接下来进入到 答疑和解惑的环节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在 这个时间向我提问 我想进入到周五的晚间的时间 很多同学仍然在这个时间的坚持 和我们一起来去学习 进入交易 每一点私下的努力 都会在事后会产生成效和成果 有问题的同学 可以在这个时候向我来提问 对 还有一点 那今天晚间10点到11点的每周盘解盘呢 取消了 因为连老师今天发烧非常严重 澳洲这两天天气变化也非常多 很容易感冒 所以晚间就取消了 有人说看看美加 美加今天根据交易系统的做了一些空单 我觉得美加整体上还是往下偏空的在运行的 我还是认为美加是往下走的 但是美加下的又不干脆 下来之后又开始有些小小的反弹又跑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美加的可能可能在今天的时候就是每周盘的时候走出一些反弹的行情也不是没可能 但是趋势上还是往下走的 大型阴线有可能在底部的走出一个这样的形态 就是这是盘整区间 然后再往上走一些 再往上走一些 走到个128的位置上 然后再往下走 就是因为今天周末嘛 原有的这些空单有可能反弹一下再往下走 但整体上我觉得美加的方向性并没有 并没有这种突出的改变 而仍然是原有的方向在运行当中的 所以这是我对美加的看法 有的人问说美加有没有底部的可能 确实有 确实是有 因为目前的美加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加的图形 我们把它变成周线 把它变成周线稍大一些 有的人问有没有呈现底部的可能 有可能的 急促下跌 围绕着1.27 前期就是底部 这是支撑 这是底部 那怎样去看这个底部 我觉得这样来看 你注意当行情在底部形成的时候 它总会有这些大型的线形 来帮助你构筑底部 同时构筑之后还有回调 你就注意我鼠标所指的这个位置 显然 我觉得1.27这个位置是一个 它的大关卡 1.27是它大关卡 那在这个关卡上 有可能构筑底部 但是怎样去确定这个底部呢 去有助大阳线出现之后 然后回来就射了 就像前期 大阳线上来之后 还有一波回到1.27至1.28之间的行情 跌破之后上来还有一波 1.27到1.28的行情 这是每家的周线图 这是每家的周线图 有可能是构筑一个底部的 有可能 白银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图形 白银我们之前说过就是走势跟黄金 我觉得好像每个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会问问白银啊 上一次的时候 我们刚说完白银 白银就走出一个10%的闪崩行情 白银做起来还是相当的难度相当的大的 我觉得要做白银就找底部往高处做 这是底部往高处做是白银的思路 我做白银做的不多 我个人做白银做的 我觉得和交易黄金相比 可能连黄金的十分之一也没有 因为白银真的是 我觉得它的这种走势 还有这种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非常突兀的行情 这些突兀的行情不是我们交易这些细文乐金 当然我们看到我们同学小廖说 白银赚的多确实是多 确实是多 但是比如说白银赚的多 但是就这么喷一下百分之十 我觉得好多投资人扛不住这个亏损 仓量稍微一大就扛不住这个亏损 百分之十 一倍杠杆就是百分之十 所以做上十倍杠杆就没有了 爆仓了 你做一个十倍杠杆这就爆仓了 确实赚得多 好我们看一下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好没有问题就不问了 这也是周末了 祝 祝各位同学们周末愉快了 赚得多亏的也多 美瑞一小时是不是阴包阳了 还会阴包阳 美瑞小时读阳包阴 美瑞好像没有 好像还没有看到阴包阳或阳包阴的这种格局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 也祝各位同学们周末愉快 明天的时候有两个课程进行 就是理论的课程进行 一个是强化的一级和大家讲自动化交易系统和 和EA和这种和一个非常好的EA系统 另外林老师会带领大家学习同运交易的第一讲 所以也是很重要的 明天大家注意上课的时间 一级班上课的时间是澳洲时间12点 林老师的课程是从1点钟开始上课的 对应的北京时间是10点钟 和11点开始 请大家注意一下课程的时间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同学们的参加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的冯同学问到说 英镑有一首空单 史仓可不可以持有 那你来私下来问我吧 你的从我的个人微信上来问我 告诉我说你的入场位置是在哪里 具体的一些情况是什么 我们再来探讨 我觉得英镑的空单如果要有的话 上方显然应该去做一些止损的动作 特别是如果时常比较远的话 更应该去做音方的止损动作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那需要充满的 MING 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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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a